如果你想去日本大阪自由行 闯入玛丽奥的游戏世界 体验300米高空云中漫步 打开隐藏的好吃日料 那么收藏治疗攻略就足够了 落地关西机场 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大阪难波 吃一顿地道的寿喜烧 一人给上一个小锅 粉红色的日本和牛 开锅就要马上吃 这时候最嫩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 沾上升级蛋吃 口感会变得更加滑嫩 结让时用了这个卷 还可以减10% 全球第一座玛丽奥主题乐园 就在日本换球影城 下载一个 不管是机场车站 商场还是景点 都可以打卡积分 用积分就可以 直接兑换节点门票 或者交通票 大家看 这还原度也太高了 仿佛闯入了 马里奥的游戏世界 戴上能量手环 还可以和其他人比赛 看这攒的硬币多 这里还有很多隐藏玩法 等着大家来发现 每次来我还会打卡 哈利波特魔法世界 喝一杯黄油啤酒 使用魔法棒 控制各种好玩的机关 在日本环球影城的旁边 我发现了一家 还有日本特色的寿司店 他竟然把日本亭园 放到了餐厅里 超大分的寿司 天赋了套餐 吃得非常满足 第二天 在南波车站的A定 就能淘到最新的日本电器 还有很多手办 我们有遇了一只 长翅膀的宠物机器人 太卡外衣了 对了 在九楼还藏了一条 日本拉面小路 在这里可以打卡 日本各地的好吃拉面 从南波搭乘地铁六分钟 就可以看到 超赞的大阪夜景 哇 这个电梯的设计真酷 穿越星空 直接到达六十楼 大家能找到大阪城 在哪里吗 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这样拍 云中漫步的感觉 明天和大家分享 奢华的神户之旅 记得点赞收藏哦 酱油推荐指数